M26潘兴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为了针对德军的虎视、坦克而研发的一种重型坦克 在二战后期和韩战之中为美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M26坦克在命名方面延续了此前以美国将领命名的习惯 其名称潘兴来自一战期间美军陆军上将 约翰、潘兴上将的名贵 他也是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巴顿等人的导师 作为T20系列坦克发展的最终形态 潘兴坦克本该在二战中期就投入实际使用 并帮助美国陆军完成M4师门坦克的换代 但由于其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款坦克的开发显得十分漫长 最终只改上了二战的尾巴 仅在欧洲战场的少数战斗中出现过 不过即使是这样 M26坦克还是因为其在实战中表现出的强大火力 优秀防御能力和机动性 在战后被认为是仅次于德国黑豹 坦克的第二强大的坦克 而在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 美国装甲部队的中坚力量 都是由从M26发展而来的各自坦克构成的 自从1942年 虎视坦克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开始 就以其后时的装甲和凶猛的火力著称 当时盟军装甲部队的坦克拿得毫无办法 美军的M4坦克只有在100米内才有机会击穿其正面装甲 不过在战场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在行驶的途中被虎视从1600米开外一发带走 而当时盟军坦克中火力 最为强大的苏军IS-2坦克 甚至在与虎视正面100米内交锋时 出现过炮弹被虎视前装甲弹开的情况 这使得盟军部队一时间人心惶惶 盟军士兵将虎视称为令人畏惧的老虎 部分士兵甚至患上了虎视坦克恐惧症 只要看到这种坦克出现在战场上 就可能出现士兵溃逃的情况 这种恐惧症发展到后期 士兵看到和虎视相似的坦克也会十分忐忑 如此巨大的技术差距是美国人不可接受的 他们迅速开始了一款针对虎视坦克的重型坦克研发项目 1942年 安装了最新型T790毫米坦克炮的T26坦克出现了 不过这种坦克在测试中展现出的性能 虽然足以应对同时期德军的黑豹坦克 但是在虎视坦克面前还是处于劣势 一年之后 美军开始对T26进行一系列改造 其改良型号T26E3就是后来的M26潘兴坦克 与美军此前的M4坦克相比 这种新型重坦的车型比较低平 十分接近现代坦克的外形 而它所安装的坦克炮火力 以及装甲强度相比美军的其他坦克都有了质的飞跃 潘兴坦克安装的输出功率达到370千瓦的福特GF汽油发动机 为其带来了远超虎视坦克的机动性 其最高时速可达48千米 即使在野外战场上也不会低于20千米 其整体性能在与虎视坦克进行对比时 虽然没有过大的优势 但凭借着较大的生产数量 无明显短板的均衡性 以及并不像盟军其他重型坦克一样 需要中坦协同的独立作战能力 在与虎视的正面交锋中占据了一定优势 除此之外 潘兴坦克在实战中也经常采用类似于德军黑豹和4号 坦克进行高低搭配的方法与M4之类性能相对较差的坦克进行协同作战 以获取更大的战场收益 除了上文提到的370千瓦福特GAF液冷汽油发动机之外 潘兴坦克还采用了其他较为先进的设计 这种坦克有着业力机械式的传动装置 即采用安装业力变局器和调换主动轮 诱导轮位置的布局 使得传动装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动变局 再加上这种坦克的操作装置 只有一根既可以变速又可以转向的操纵杆 大幅度减轻了驾驶员的负担 其悬挂装置采取了独立扭杆悬挂的形式 并搭配了4台液压减震器 为了实现履带松紧度的自动调节 设计人员还在第一副重轮的内部 安装了补偿机构 攀星坦克的动力装置 位于车体的后方 包括行星减速器 变速箱 双差速转向机在内的装置 都被装在一个与发动机驱轴箱 固定在一块的箱体之中 不过由于美国本土 距离二战中坦克作战的主战场过于遥远 美国很多种坦克的研发 都是在缺少前线士兵的需求反馈 和经验十分缺失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导致技术人员 在很多坦克研发的过程中 遇到了不少困难 而且坦克原型车的测试 也是在脱离前线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导致美国坦克 被军方装备委员会驳回的概率极大 这也大大减缓了美系坦克 从工厂到战场的速度 拿潘星坦克来说 1943年就已经有了雏形 直到1945年1月 才正式抵达了战场 此时距离苏联红军将红旗插上 柏林国会大厦仅剩下4个月了 差一点就失去了与虎式坦克较量的机会 而它在设计中出现的一些细小的机械故障 直到寒战还没有得到解决 M26坦克的车体主体采用了焊接结构 在总体装甲防护方面略优于虎式和豹式坦克 但是优势并不是很大 潘星坦克的正面装甲比M4 Sherman坦克厚了至少30% 可以达到120毫米 其车体上首部采用了47度轻角的101毫米装甲 相当于150毫米左右的垂直装甲 实际上也为倾斜的效应要比垂直的更大一些 这一部位的装甲比虎式的100毫米垂直装甲要更加优秀 和黑豹的55度85毫米倾斜装甲强度相当 在炮塔的防护上 潘星坦克使用了弧形设计的114毫米炮盾 这种类型的炮盾和虎式的140毫米垂直炮盾 和黑豹的110毫米弧形炮盾 基本处于同一级别 所以说潘星坦克的装甲综合性能要略强于 虎式坦克 如此强劲的护甲强度使得M26坦克 可以让88毫米炮在1000米之外的攻击基本无效 不过面对后来经过德军改进的88炮时 就会显得有点吃力了 而纳粹德国大量装备在前线的轻型坦克 在面对M26时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除非数量差距巨大并且成功击毁潘星坦克的炮盾 否则就只能像一个个铁罐头一样任人宰割 除了正面护甲之外 M26的侧面护甲防御能力也十分出色 其76毫米的厚度是M4 Sherman坦克的两倍 虽然虎式坦克的侧面装甲厚度达到了惊人的82毫米 但是由于虎式坦克的车身较高 铝带上方的一些部分没有装甲覆盖 而且交错附重铝带系统处的厚度仅为60毫米 所以说与潘星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侧面装甲相比 虎式坦克还是要略逊一些的 更不用提黑豹坦克这种中型坦克的装甲级别了 而M26坦克这种十分可靠的侧面护甲 也可以使它在战场上拥有比其他坦克更大的对敌扇面 从而在局势多变的战场上游刃有余 潘星坦克的主炮为M3-5090毫米坦克炮 这种大口径武器在配备穿甲弹时的穿透能力 要高于虎式的88毫米炮 相对于豹式坦克的75毫米主炮 潘星的90毫米炮在面对敌方坦克的倾斜装甲 和攻击敌方碉堡时更有优势一点 除此之外 M26的炮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其转速很快 18秒每圈的转速即使在与以转速著称的 谢尔曼坦克相比时也相差无几 要知道虎式坦克的炮塔转一圈要花费60秒 这意味着在每一秒都十分珍贵的战场上 潘星坦克在面对威胁的反应速度 会远快于虎式坦克 取得先手的优势也更大 在实战中 潘星有能力在虎式坦克的有效攻击范围之外 将其击毁 只有双方的距离缩小到500米之内 才可以势均力敌 1945年2月 第一批潘星坦克抵达前线 在刚开始的战斗中 双方互有胜负 潘星坦克的第一次损失 就来自虎式坦克的偷袭 真正证明了 潘星实力的是发生在柏林南郊的一场战斗 一辆潘星坦克连发三炮 击毁了800米开外的一辆虎式和一辆豹式 虽然此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这一消息还是让美军装甲部队士气打阵 总体来说 作为一款专门针对虎式的坦克 潘星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虽然在面对虎王时 42吨的车身还是略显单薄 但是与虎豹相比作战性能略优一些 对德军4号坦克这样的中坦可以基本实现碾压 唯一的缺憾就是出现的时间太晚了 如果早点出现的话说不定会改变多场战役的结局 二战之后 潘星坦克的设计布局贯穿了美军的坦克设计思路 此后半个世纪的美系坦克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可以说 潘星坦克在现代坦克发展史上有着成前起后的作用 其动力布局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见